把他吹下去就好啊 來我再寫最後一次 刻下去就對了 來平方加平方 你不要在那邊裝傻喔 你明年這個時候你就刻不出來 我告訴你 你明年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說 如果我去年認真一點就好 我跟你講 明年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說學測勝於幾天了 對不對 你現在才高二還來得及 好不好 今天是沒幾天啊 他們二十幾號就考學測了 對啊 2223吧現在都幾號了 現在幾號 他們這個時候 什麼最有用你知道嗎 去拜拜最有用的 對啊求個心安就好 上香 上什麼香啊 為自己的數學科 國文科 什麼上香啊 真是 好啦好啦 看這裡喔 填科西不等式 這樣教還不會填我 我跟你講 你去哪裡 你怎麼學嘛 都這樣教還不會填科西不等式 來告訴我 這個要填誰 X啊 這個呢 Y啊 這叫X 這就Y 這連小學生我都有本事 把他教都會填科西對不對 就是他的固定的架構嘛 再來 大家都內行人啊 這個要填多少 12啊 對不對 啊這裡要填多少 9啊 所以這裡就12啊 這裡就9啊 有沒有看到 科西就寫完啊 對不對 然後你只要稍微再整理一下 來 來 X平方 加上Y的平方 乘上 12平方是144喔 9的平方81 144加81多少 來趕快告訴我答案 144啊 加81一樣 多少 200多少 85 25 來 大於等於 12X加9Y 這不知道是誰 所以來我們這邊就這樣寫 12X 加9倍的Y 到完全平方 對不對 怎樣啊 是不是三零幾的喔 還是一零幾 上下 現在放棄的話 他們上下 他們這個時候 這壓力有點大 來看這邊喔 S平方加Y平方 是不是4對不對 4乘225 來 所以這邊就是4乘225 這個傢伙的平方 會小於等於4乘225 那請問你 12X 加上9倍的Y 一定會小於等於多少 多少 4開根號是多少 2嘛 225開根號是多少 15嘛 15乘2 所以是多少 30 30 寫上去啦 對吧 所以請問你這一題 12X加9Y的MASY碼 最大值是誰 就30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喔 開捨不得太簡單耶 對不對 好喔 來 安靜喔 安靜喔 我們趕快把它講完 我們接下來來談 等號成立的時候 講這個我們花時間齁 但是還是要講 來 等號成立的時候 誒 誒 科西負整式等號成立的 衝料條件是什麼 A向量跟B向量是什麼關係 誒 講話啊 這兩個向量一定是怎麼樣 平行 平行啊 然後你考試就把A向量寫出來 請你告訴我A向量是誰 A向量啊 不就SY嗎 B向量是誰 B向量是誰 講話咩 12.9 對不對 但是我傳送你一個 我個人解題的一個經驗 12.9這個向量 你不覺得它有點太長了嗎 對 把它縮短一點嘛 反正是伸縮對不對 12.9會平行誰 43 43吧 對吧 這樣寫不覺得比較簡單嗎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來請問你 你就可以Rin Rin Rin X叫做幾T 4T 那你的Y是幾T 3T 3T 那你只要解出這個T 這一體就結束了對不對 伸縮嘛 對吧 欸 請問 請問好這一體我要結束囉 這一體的約束條件在哪裡 當它產生最大值的時候你的約束條件是誰 12X加9Y要等於多少 30 所以你把它帶入你的約束條件 帶入 12X加9倍的Y等於30 這個叫約束條件 這個叫約束條件 懂不懂 我這個再進去喔 4T乘12 來這邊是多少 48T 3T乘9 幾T 27T 加起來要等於30 來阿萌莉啊 48加27多少 75T 75T等於30 所以我們的T能不能算出來 肯定是可以的 75分之30 阿萌莉75分之30幾個 15分之6 畫到最簡 45分之2 多少 5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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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阿 5分之5 辛柏穎還活著嗎 辛柏穎在哪裡 辛柏穎在哪裡 辛柏穎還在 辛柏穎還在 OK 欸 我們的T有算出來對吧 辛柏穎 辛柏穎 來 T算出來帶回去 那你的X跟Y不就出來了嗎 請問X是誰 5分之2乘4 所以叫5分之多少 8 你的Y是多少 5分之2乘3 叫做5分之多少 6 我跟你講我們做3題了對不對 你有發現每一題都一樣的套路 對不對 就這樣 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好不好 現在剩幾分鐘 剩5分鐘 剩5分鐘 我還想要講真摄影 我看應該是沒有辦法講 1分鐘 我現在給你們做一個題目 哈囉 沒關係 真摄影我們明天再教 你翻到課本後面來 我讓你練習一個科系不等式的問題 好 閉嘴喔 翻到課本188頁 欸 翻到188喔 你知道我按你們做哪一題嗎 對 這裡面有哪一個題目顯然是用科系去處理的 第幾題呢 顯然是第八題 來這個第八題我講一下喔 s平方 加y平方 你現在寫喔 下課寫 他都沒寫出來 等於9 對不對 求3x 怎麼樣 減4倍的y 再加5 的什麼值 的最大值 跟 最小值 你看 給你一個提示 你知道這個題目你只要找誰就好嗎 這個題目其實有一個陷阱 你知道陷阱在哪裡嗎 很多學生看到這個加5 他會覺得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看我這邊 這個題目其實你只要找出誰的最大最小就可以 你這個題目其實只要找3x怎麼樣 怎麼樣 減4y 的最大跟最小是不是就可以 對不對 你找出他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你要加5最後在一起加不就好了 那個加5根本就沒差嘛 你最後再處理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加5 你這個加5這個5先不要理他 你先去算3x減4y的最大最小 對不對 這個最大最小算出來之後 然後再一起加5嘛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出3x減4y加5的最大最小 就是這樣而已啦 這樣好不好 下課前用柯西把這一局做出來 柯西的訓練很重要 到高二下一直到學車前 這個柯西是我們的好朋友 柯西是我們的好朋友 真的是我們的好朋友 很多題目都可以用柯西來做 柯西要好好學 交流出名字都不等式都很厲害 跟算集不等式一樣 好那謝謝社長大人 我們這樣的課就先到這邊